对自己的乳癌疗程充分配合 苏金梅的主治医师十分称赞他 从2015年初至今正向积极 金梅师姐是一个非常棒的病人 大概会知道 比如做医院志工 然后参与实习的活动 都非常棒 这些癌疑友或癌症病人 都应该多参与 早在1995年之前 苏金梅的先生就曾经邀约 自己的父亲和弟弟 参加过慈祭访试活动 但沈耀伟苏金梅因为承担家业 以至于频率减少 当苏金梅被诊断出癌症后 父亲俩决定牵手重回慈祭回馈社会 大体上是访试 环保 然后他本身有就人文推广 以及大爱妈妈 因为他带病都能够无所求的付出 而靠我们还是健康的身体 应该加倍的努力在此地 菩萨道上 在照顾护的家 苏金梅总是打起精神 女主人对于常来拜访的金梅 也相当关心 日复一日的做生意 做慈祭 以及到医院治疗 苏金梅的抗癌生活 静思雨常在心 大爱新闻检秀方李星伦 马来西亚报道 高雄